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胸哥这杆走位K到了红球 效果并不理想 现在留了个篮球的中长台 同时还需要低杆回来继续叫红球 这杆有一定的难度 看看胸哥能不能准进并调整回来 非常地漂亮 维尔逊又应该准处成功调整了回来 现在整个红球的分部比较均匀 效果不错 让我们来看看胸哥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成功把比分追到三比三平 已经被死了一堆一堆大厨 22 23 And he doesn't hang about either when he's in amongst the balls Two very quick players 30 31 Wi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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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的一杆K球 现在中间的四颗红球 全部都有单独进球的线路 篮球形成了向上的角度 还可以绕台回来 关键就在与泳哥这杆绕台走位 顺不顺利了 散了下黄球 并不是十分到位 现在留了个半台的架杆 还需要靠准度来弥补 但他会完全保证 在红球上 没有红球 很棒的 很棒的握球 但还需要这种打球 这种打球 他也是完全沒有 那是沒有 他已經完畢了 還滿了 那是有點興奮 又是其他錯了 他也有錯過的安全 他也有失去 贵尔逊子都已经在往各位上投了 没想到篮球以外一代 现在总阁仍然有希望以干制胜拿下胜利 要有了档好方 여러�23线 刚什么位这边 最好的 红角色 阿菠生需要忍水 Wilson's had a big slice of luck here, fluking the blue 非常可惜,威尔去超分红球没有打进 现在他领先44分,台面剩余三颗红球,理论最高51,分数足够 靠用火箭球迷的话来说,不管领先多少分,只要没超分,那都是零分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火箭是不是真的能够一网旁达单杆逆抓 毕竟有两颗红球在库边,局面并不是那么乐观 这球不够,翻带来凑 奥沙利文没有击出预期效果,最后用一杆翻带解决掉难题 现在还剩最后的贴裤球,开开火箭怎么办 aji红球连续,35连续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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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好,几个隔壁,15连续上 6连续 但这不是会有禁运,几个隔室 非常的nice 在追分的情况下 奥沙利文连续用左手完成两杆精彩进球 难怪会有球运说 火箭即便全程用左手 那也绝对是前16的水准 现在桌面只剩6颗彩球 大家认为火箭能不能顺利倾台完成逆转呢 是Karen Wilson能不能持续来个5一 komen 它看来是伴4-2到 24 27 31 3 3 3 4 4 5 5 4 5 5 5 6 36 本球的走位还是出了问题 看看火箭这干会如何来调整进行黑球的较位 漂亮的低干粉牌 不过走位还是少了一点 现在能不能完成逆转就看这最后的黑球了 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观众主的独播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 关注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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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